拿着新竹市公策会聘书跟高红安合照 分享开心心情 这个人正是日前力挺高红安 呛米粉业者脑袋有洞的新竹建商张嘉伦 担任公策会委员在竹线特产节摆了摊位 汉神小市店审幸负责人也是公策会委员 抢下竹市府月并采购案 近日的争议让新竹市公策会成为话题组织 公策会的工作是建立政府跟产业的桥梁 裁委员制一共20名委员 市长高红安是主任委员 拥有委员聘任权 从标案的活动公策会委员都出现 自己人上阵的情况 我们是地方上的意见代表 那我们加入公策会也是给 就是给公策会的意见 无几职 尽管是无几职 但地方人士透露公策会头衔在外头确实有份量 而昔日公策会大多聘用金融工商界领袖各领域专家 帮助新竹市工商发展 例如2015年公策会总干事 是竹科管理局长黄德瑞博士 2018年前文化局长廖志坚出任总干事 而高红安上任后出任总干事的曹永明 市议员落选人 最近一连串的争议 似乎变成市长打击一己的工具 人选的聘聘要经过严谨的程序来筛选 而不是跟高红安关系好的就没有关系 对此先主事府回应公策会一张成 需聘请民间无几职委员建议性职并无决策权 但近日获聘业者也获得利益 让公策会的角色很难单纯化 三地区人周冠颖张浩一郑海中